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近段时间关于日本制造的质疑声 宇峥一声逐渐消了许多 到底是为什么 就让小编带大家去介绍答案 在全球经济化的今天 谁也阻止不了新技术新核心理念的融合 汽车行业也不例外 日本的汽车更是体现了这一点 精致似乎是日汽车给我们留下的最直观感受 这也是日汽车所具备的产品优势之一 在日本悠久的汽车历史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日本很擅长将掌握的汽车技术融合自身优势 这也是日本车为何能在全球市场 有着举足群众地位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也与日本民族的好学 且善于学习的品质有关 在日币人像上就能体现这一点 因为几种面额的人像都是医生和学者 最大面额的人像是明智六代教育家之一的福泽玉吉 对于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会很陌生 但是托亚入欧的口号应该耳熟能详了吧 在汽车行业当中 日本汽车可以说是很好的结合了欧美等国家的技术和理念 比如在2017年 日本就推出了一辆零排放的电动汽车 全新日产临风 这是一款极具创新的新能源车 最大功率能达到110千瓦 续航里程高达400公里 它还拥有自动驾驶 自动泊车 电子踏板等高大上的功能 这也是国产车目前达不到的高度 这产车所展示出来的技术优势 使日本制造再次走到了时代前沿 所以说日系车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 如果这产车能够在汽车核心技术上下掉功夫 国产车走向世界也不是不可能的